雖然我剛才進去走過一轉 就發現入面和去年的情況其實是大同小異 都是沒什麼人流 但是我就發現多一點店舖是有開門的 不會像去年去到你想找一間還在開門的店舖 都是非常困難的 今天有帶大家來到羅湖口岸 其實去年也有帶大家來過一次 那時候已經跟大家說過由於現在封關的關係 羅湖口岸當然就像一個死城一樣 但是一年過去又不代表羅湖關口完全沒有任何變化 相反這一邊的變化也挺大的 第一,羅湖汽車站近處關口的那一邊 就整了身後面的這些新的售票處和集機 看起來的確是挺漂亮的 不過可能由於現在還未通關 用這個汽車站的人流仍然是非常之少 所以這些新的售票處和集機 都仍然在曬人口 另外順帶一提 附近也做了很多好像我身後面的這些 我覺得設計得挺漂亮的新的指示牌 方便一些不熟路的人士 而汽車站樓上的羅湖商業城 雖然我剛才走過一旬 就發現入面和去年的情況其實是大同小異 都是沒有什麼人流 但是我發現多一點點店是有開門的 不會像去年那樣去到 你想找一間還在開門的店 都是非常之困難的 那為什麼會有一些店鋪願意重新開門呢 我就猜可能是因為在這裡 五樓的那一間 以往是有很多香港人會故意過關過來 光顧的酒樓 單季軒就在去年年中重新開業 加上他現在做一個挺吸引一下人的優惠 因此就可以吸引到一些茶客走過來 這間分店那裡光顧 順便帶動整個羅湖商業城的人流 而據問由於羅湖商業城的人流實在差得太厲害了 因此業主就決定把所有商戶都免租 那既然現在多一點點人流 那些商戶就算開店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損失 那所以就決定照舊開店 看看能不能留到這些生意回來 我說罵其實是絕對沒有誇張的成份 加上以往羅湖商業城附近一帶 是會有很多人走過來問你想不想坐那些白牌車 不過今天來到就發現那些人並不是再問你想不想坐那些白牌車 而是問你想不想買一些包包或者珠寶 當然他們正正就是羅湖商業城裡面的商戶的人 不過可能由於生意實在太慘淡了 所以我剛才進去兜了一圈 結果前前後後就被N個人跟著我 問我是不是想進來買東西 是非常之煩的 另外這裡除了丹桂軒之外 以往還有另外一間都幾多香港人幫襯的酒樓 小桃園酒家 不過我就懷疑這間已經倒閉了 當然我在大眾年屏上面就已經搜尋不到這間的資料 還有剛才上去就發現 它裡面是被一些圍板圍封住的 而那些圍板上面竟然是貼著丹桂軒的廣告 所以我就懷疑可能這間已經被丹桂軒收購了 另外提到我雖然我這次沒有試食到羅湖商業城的這間丹桂軒分店 但我在上星期就有幫大家試食到它位於華僑城的另一間分店 如果想知道丹桂軒的水準現在到底會變成怎樣 看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由上角的矮指看那一段影片 不過說到羅湖口岸一帶近來最大的變化 我想就不得不提有名羅湖火車站的深圳站 對比起疫情之前 這裡除了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翻新工程 整理了一些指示牌 裝了一些新的售票機 以及改動過一些出入口之外 在列車班次上也作出了不少改動 譬如以往很多香港人都會乘搭 前往廣州東站的和諧號 在去年年中就開始不再是包班車都是暫停 而加開了每天總共有十班直通班次 直接由羅湖火車站、中途不停站 去到廣州東站 全程只需要一個小時、零八分鐘 其餘班次大部分也會減少停站 真的暫停的班次少了很多 只剩下三班 遲些通關之後 上來羅湖搭和諧號去廣州就會更快 所以我也很懷疑 九廣直通車還會不會有人乘搭 另外因為和諧號好像地鐵一樣運作 買完票之後 任何一班車都上當 如果你要乘搭到中途站 譬如東莞常平站 由於現在不是每駕駛都是暫停 上車之前就要看清楚駕駛去哪裡 當然羅湖火車站最重要的變化就是 由今年1月10日開始 這裡就升級成為高鐵站 可以乘搭來往江西、上海、江蘇、湖北等地的高鐵 而且每天總共有32對列車 甚至比福田站現在的班次多很多 當中去上海的更加是比起以前坐凍車 省一半時間 另外據說 將來還會有去廈門方向的高鐵班次 香港人要去這些地方有多一個選擇 為何羅湖火車站要升級成為高鐵站 話說這個站有110年歷史 過去這裡和附近的深圳區 一直以來都是深圳的經濟核心 但是自從11年深圳北站起好之後 很多地方由北站搭高鐵過去 都是遠遠比起在羅湖站搭那些綠皮火車快很多 以往作為深圳交通樞樓的羅湖火車站 地位可以說是一落千上 也從而導致以往作為深圳經濟核心的羅湖區 因為交通相對而沒有那麼便利 慢慢被交通更方便的南山福田取代了 10年兩者的GDP分別是羅湖的1.97和1.81倍 但到了20年則是羅湖的2.74和2倍 羅湖區的發展部分明顯比其他區慢很多 所以深圳想透過一系列的鐵路發展計劃 改善羅湖區的發展前景 除了將羅湖火車站升級做高鐵站外 也會建一個新的地底高鐵站 羅湖北站 主力營運來往三美深圳合作區的深圳鐵路 深圳甚至有考慮過將整個羅湖火車站 連羅湖口岸以及附近的建築一起重建 除了會變成一個一地兩檢的口岸之外 也會將現在來往保安機場的11號線 和香港的東鐵線延伸到這裡 雖然這個計劃未知何時會實行 不過深圳已經向全球蒸集設計方案 這個就是第一名效果圖 短古財大氣粗 各樣都講求速度的深圳 應該很快就會落實這個計劃 題外說其實不單止深圳站 大陸有不少位於市中心 抱有歷史的舊火車站 也有計劃要改建成為新的高鐵站 例如廣州火車站和汕頭火車站 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中汕頭火車站在疫情之前 已經有高鐵班次可以搭到香港的西果龍站 而據說廣州火車站 將來也會有來往西果龍站的班次 好,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我之前拍攝的有關於深圳其他 以往很多香港人都會去的地方 在疫情之後 到底有什麼變化的影片的話 看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按右上角的挨子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